Hello,我是Yvonne 主要跳的Style是Locking 大概跳了七年 很小的時候就被家人帶了去跳芭蕾舞 但是發現不太適合自己 然後去到大學的時候就開始接觸到街舞 然後接觸到Locking 一跳就很想繼續學這個舞種 一直跳下去 之後也有學過Hip Hop Dance 女生跳Locking很有型的地方 因為女生本身有一種比較陰柔的感覺 就是與生俱來的感覺 但同時Locking有一個很能力的舞種 你又需要做到那種的能力和能力 所以女生可以兩邊都兼顧到 是很難的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會被那個框框住了 但是可能聽多些不同的歌 和多些不同的人去聊天 甚至乎學多些試多些不同的新的 無論是跳舞也好 就是生活上試多些 跳出自己舒適的東西也好 就會令到自己在跳舞上會有更多的想法 就會想試多些東西 自自然而就會了解多些自己的時候 就會找到自己的方向 想怎樣跳 或者聽到那首歌的時候 那個感覺又會和之前聽同一首歌的時候 那個感覺又會不同了 我覺得我跳舞給別人的感覺是 Funky得來 但是又有一點跳皮的感覺 好像想不到下一秒的自己會做些什麼 我想自己會進步多些的時候 都會看看自己的 playback 在電話上逐一逐一掃進去 看看自己哪些位置做得好 做得不好 尤其是在比賽的時候 因為比賽是和平時自己練舞的 那個氛圍和感覺都很不同 第一 可能是音樂 就是不同的音樂 帶給你的節奏是怎樣 令你可以很 impulse 去跳出一些自己都想不到的東西 可能就記下那一刻的自己 因為我不是一個很擅長去想一些策略 或者招呼的人 但是有時候可能都會參考一下 別人怎樣去做 那你感覺一下用自己的身體 做類似的東西的時候 是什麼感覺 因為跳舞就是令你可以出汗 可以和別人跳舞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減壓方法 但是同時跳舞也會令你思考很多東西 有時候都會令你有少許壓力 但是那個壓力是令你進步的動力 我會令你感到很難看 你會令你感到很難看 你會令你感到很難看 跳舞之後 會覺得自己會令你更難看 可以比自己想像中的再堅持多很多 沒有自己想想的那麼有限的 自己沒有想想的那麼有限的 其實可以可以去多很多 我會令你感到很難看 疲倫 你會令你感到很難看 你會令你感到很難看 你一開始的比賽是很害怕 我記得第一個比賽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跳得很差 又很緊張 然後看回復的時候 很遠,然後馬上剪輯了那條片 但我現在很後悔 要慢慢學會接納自己的不好 然後慢慢讓他跳出來 自己都覺得自己很好看 最期待對賽的是嘉儀 因為我們真的和他一起跳Locking 但到現在好像都沒有和他有Battle 所以也想值這個機會交流一下 好,第一首就是這個 它是一個比較慢的Funk 我聽到這首歌時會覺得很舒服 然後也很好聽 所以我偶爾會用這首歌來練舞或者跳舞 第二首就是這首 它跟之前不同 它是一個比較快的歌 當我想練習 可能要保持那個能力 或者去做精準這些東西 就會用這首歌 好,第三首歌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我第一次Solo的歌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很好聽 也很有意思 所以 而且它會 因為它的Beat會一直重複 重複 它就會不斷轉你入一個黑洞 所以我很喜歡這首歌 還有